這是一個很政治性的題目 坦白講沒有一場戰爭是用防守打贏的 不管我們的防疫措施再怎麼做 還是不小心就被突破 特別是時間久了大家就會疲勞 所以像這一次這種疫情就來得這麼兇悍 當然事後 因為我也相信台北市民的素質 我也相信台北市的醫療量 我也相信我們整個 防疫的這種能力 那我個人也算是醫學的專家 所以我還是認為這一場還是可以控制 但是 疫苗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很多事情 我們不願意給 中央太大的壓力 但是有時候忍不住要講 到現在為止 美國沒有賣任何一支疫苗給台灣 我們過去那個COVEX 給了台灣30萬支 可是COVEX在全世界是已經發了3億支 所以在今天之前 我們只佔了WHO 發給全世界疫苗 的千分之一 當然聽說今天下午近來40萬 那這個 我也希望說看中央怎麼分配 不過是這樣 我們有2300萬人 70萬就算30萬支加40萬 除以二 不過才30萬人可以 翻整的打疫苗 但不過的時候我們也不贊成 打第二支 應該是 每個人可以打到第一支 是 先優先 不過再講一遍 沒有 沒有一場戰爭是用防守打贏 疫苗才是 終究解決辦法 那在這個時刻我也不願意 再去給中央 對中央講什麼話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盡速解決這個問題